对准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往双 看看张瑞的处理 机会脱手可得了 这脚射门让门将做出了一次精彩的飞身扑救 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攻破他的食指关 刚刚到处横梁 拉维尔 能传出个好球吗 海盘啊还在观察双方的动作 没谁停 给了有力 在几方后场滑缠抢断 摇尾 攻入对方腹地了 有机会 别浪费啊 门将这次啊 该做的都做到了 是的 他的水平还真放在那儿啊 是啊 脚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不是很有危险 好球 好射门啊 直接一脚远射击击 门将无能为力 他这个远射动作啊 绝对可以放进教科书里了 没错这是令人振奋的一脚远射 这名球员的这个动作 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自信啊 他的脚头啊是真的硬啊 脚靶也是真的好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安迪苏利文 罗斯拉维尔 拿球的是拉维尔 主裁指向了12码点 点球 裁判还追加了一张黄牌 补完了这个黄点套餐 这次我还是支持裁判的 我觉得这个办法没问题 就看这球啊 能否帮助他们支平比分了 不可思议啊 门将铺出了这球啊 小球开出来 往前点打 球传给了霍兰 这球能单平了吧 还是过不了门将这一关 这种距离完全就是依靠门将的本能了 没错 球直接往禁区里开 扑出去了精彩的扑球啊 这个投球顶得特别好 不过门将这个反应 佩服啊 对 这回啊是个短的 边才举齐了 这球还是越位了 团跑的时机还是欠了一点默契啊 是 他打得非常自信 带着球直奔对方的防线而去 突破了 没机会喽 门将直接飞升 把球就给扑住了 安迪苏利文 我跟他球 机会来了 这个球进得的确非常精彩 门将没能把角度完全封死 被他找到机会 打了一个进门主得手 比分被扳平成了 以比 往双 对手的传球啊 过不了他这一关 一脚漂亮的直c这是个好机会 得势不得分 哎呀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反规了 裁判的意思很明显啊 这次就不给牌了 但你接下来要注意自己动作 他没有将球传出去 选择了继续自己朝前盘弹 这个球要给防守队员竖个大拇指 亚利克斯摩根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成功带球争夺了防守 这这么近距离的打门啊 都被他扑到了 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真啊 几次高质量的进攻 也是把我们的胃口都给打得掉起来了 今天这场比赛还真有得打呀 裁判的哨响了 犯规 扔一球 他这次算是躲过一截 裁判没有掏牌 只是警告了他一下 但是接下来的比赛 裁判肯定会格外注意他的举动 肯定 安迪苏利文 现在又是他们控球了 董恩拿球 转交给了苏利文 四网森 已经带球来到了前场 有机会吗 有机会领先 防止队员在盛门路线上飞身堵枪眼 对球扑得漂亮 对手差点就再下一城 啊 脚球奔着进去去了 文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脚球卷土重来 又一个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 这次船中啊没有到位 在半路就被截胡了 球被门将拿到了 来到对方腹地了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传给了王珊珊 主台的手势很明显 这是个越位位置的回接 有意识往回跑了 无奈队友啊 传得太早了 打破将军的机会 没拿住 但是也扑到了 队员没有犯错 危机已经解除了 犯规了 裁判的哨音也响了 打破还出这黄牌 是以球员犯规 我倒觉得防守队员 好像也接受这张黄牌 嗯 拉维尔 比分虽然是平局 但是他们给对面的压力 一点都不小啊 好球 过来还是霍兰 把球打进了 回方来了 再看一下这个精彩进球 非常有效的二过一撞强 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这个哨声意味着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中场休息结束 美国女足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连路有空档 所以能够找到的空档也更多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直c找队友 当他能做出这样飞成铺球的时候啊 他就是不可战胜的 只能对胜门的队员说声抱歉了 因为这个门将实在太出色了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附近去了 这球都没进 防止队员及时的出间把球解围了 力保球门不失啊 这球啊只能说他攻得非常漂亮 但是守得也非常顽强 对啊 这球大范围转移充分体现了他的开阔的视野 必进球啊 那球竟然没进呢 他们现在还落后啊 怎么能这样浪费机会啊 罗斯拉威尔 拉威尔 想打一个防线身后 球传给了霍兰 这球有了吧 就被门将扑出去了 球没进 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扑球 厉害 球直接往进去离开 球打中恒来后又弹了回来 虽然一开始门将没能将球扑出 但是门框帮了他一个大忙 球弹回来之后呢 他轻松的将球得到了 这个球也是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还好运气暂时还在他们这一边 是 亚历克斯摩根 被击尚尔布伦 董恩拿球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距直入吗 球进了 领先又是扩大到了两个 来看一下进区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掐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比分被改写成3比1了 比赛的长距时间还剩下30分钟 能扳回一个来吗 球进了 他们成功扳回一球 我们可以再次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看看他的触球 发力干脆利落 门将毫无机会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斯王森 球传给了霍兰 再次交给霍兰 这波传球啊 很有水平啊 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 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这是一个颁平比分的机会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区里 防守队员先把球解围出去 但处理的不太理想啊 对手还有机会 队员没有犯错 危机已经解除了 亚利克斯摩根 拿球的是拉维尔 拉维尔 卡里奥哈拉拿球 横传传到了近距离 被防守队员得到 但他没有能够及时把球踢出来 双方就在近距离展开了混战啊 反击的时候到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有机会把平比分 球进了 太精彩了这比赛啊 看的人是热血沸腾啊 两球落后的 这样不力局面下 能够扭转局势 把比分追平 进球的回放来了 防守方最大的错误 就是让他在这样的距离 拿到打门的机会 打进这球 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亚利克斯摩根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边线球 往珊珊 在后场把球阐断 进攻推进得很顺利 来到了危险地带 双方交换球权 对手现在控球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反击的机会被对手断球了 亚利克斯摩根 不出意外啊 队友应该是能拿到这脚球的 最后还是门将出来 把球从对方的脚下抢了回来 不愧是最后一到防线 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能及时出现 打破平均的机会 幸好他挡住了对手的打门 不过对方的威胁还在 他们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 脚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这个球踢得不够远 没有起到解围的作用 一对一不在话下 漂亮的扑掉 不过球还在场上 这个机会本来是非常好的 但是防守队员抢先将球破坏掉了 这次扑救 可能是整场比赛 最关键的一次扑救了 比赛打到现在 一旦落后 很可能就没有机会 再去组织起有效反击 门将发挥得非常好 但是进攻马上又要来了 应该要多多练习 怎么设正球门啊 而不是只会发力 教练这是准备要换人了 看来他们不满足于 平局啊在最后关头还在努力 能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吗 球键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一场伟大的逆转 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唐嘉丽 尝试打门 但是门将这次很轻松就做出了扑球 上停补是两分钟 卡丽奥哈拉 一次边线球的机会 临赛霍兰 比赛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